邹倩林在这个日月民工的恐怖灵修公审虐杀的案件 今天从早上到中午呢 案情都有非常急剧的发展 好日月民工的高中生惨遭虐待饿死案呢 现在总共是11个被告 而包括了负责人在内 一共是4人收押境界 而结果呢 包含高中生的妈妈在内 一共有6个被告都讲咯 就是陈晓明下令 把这个高中生给他囚禁起来 对他公审虐待 用绳索捆绑 轮流拿水管跟竹子鞭打他 最后呢 把他给饿死 这个负责人陈晓明 昨天还气定神仙咯 今天看到镜头 明显的紧张多了 你为什么要下个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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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负责人陈晓明猛摇头 似乎是在否认些什么 但是检方认为他涉嫌重大 确定收押 因为明显遭到居提的重要干部们 都已经遭到收押境界 陈晓明的左右手刘秀凤 涉嫌私行拘禁 其他几位干部也涉嫌伤害致死 全转列被告限制居住 陈晓明12号遭到居提 经过7个小时征讯 直到13号凌晨下午一点多 在警力的借户之下 借送彰化地结束 关键人物一一道案 显得案情也浮出台面 传出虐死詹姓高中生 就是陈晓明下令教唆 还要求轮流用水管跟竹子鞭打 但是面对关键问题 陈晓明必重就轻 虚实问答 警方形容他是智慧心罪犯 他出来了 他出去了 12号检警带着陈晓明到墨园 命案现场取证物 戴着口罩围巾的陈晓明 双手放在背后 缓慢前进 看起来像是在散步 气定神闲看不出任何不安 但是经过一天 陈晓明猛然摇头 狼狈模样完全不同表现 检警抽丝剥茧 同伙指正利利 让陈晓明得要面对法律追究责任 记得今生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